长年期第27周星期二 一个女人的教会 攻读圣路加福音第十章 三十八到四十二节 他们走路的时候 耶稣进了一个村庄 有一个名叫马尔大的女人 把耶稣接到家中 她有一个妹妹 名叫玛利亚 坐在主的脚前听她讲道 马尔大为伺候耶稣 忙碌不已 便上前来说 主 我的妹妹丢下我一个人伺候 你不介意吗 请叫她来帮助我吧 主回答她说 马尔大 马尔大 你为了许多事操心忙碌 其实需要的唯有一件 玛利亚选择了更好的一份 是不能从她夺去的 基督的福音 基督我们赞美你 主内亲爱的兄弟子妹 大家好 如果说我们的教会 是一个女人的教会 一点我想不为过 从旧约开始 以色列子民也常常用女人来表达她们的信仰 耶稣来了 更将女性提到了一个很高的高度 圣母玛利亚则是女性的代表 她不但代表女人 也代表教会 且是教会的母亲和典型 所以呀 教会 可以说 教会就是由一群忙里忙外的女人所组成 那么下面呢 咱们就怀着信的来看一下 这个女人的教会 到底要告诉我们什么 首先我觉得它是一个图像 什么图像 和谐的图像 和谐的画面 什么算是和谐的画面呢 我们知道 从某种角度上看 女人她是代表混乱 战争的 特别是伊甸乐园的灾难 从某种意义上看 是女人带来的 但是也就是因为 女人曾经是痛苦的制造者 天主现在就从女人开始 与女人去战胜女人 所造成的分裂 那这个女人就是信仰的女人 所以在圣经里面 我们看到有一条线 实际上它是一个画面 一个和谐的画面 从撒拉哈加尔 历经漫长的岁月 天主的恩宠一路创造 十七亿满 一位伟大的女人 在安静和谦卑的和谐中 出现在人类的舞台 她的出现象征着女人的圆满 她是天主圣三完美的角作 那这个女人就是圣母玛利亚 她是教会的母亲和典型 教会也是以她的模样 为自己的模样 那么现在我们今天读的福音中的 马尔大和玛利亚 是围绕在圣母身边的女人 根据福音 跟随在主耶稣身后的女性团体 是以圣母玛利亚为中心的 马尔大玛利亚 其实就是女性团体的一个代表 她们二人一动一静 一外一内 形成了一个美丽和谐的 这不一个女性团体 而她们的和谐 与这个世界 那阴谋算计 刀兵相像 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 也就是说 女性组成的教会团体 和这个世界以男人为主的团体 就形成了两个不同的团体 当然有人可能会问 教会里不是也有战争吗 也有分裂和痛苦 有 我们不能否定 但是和世界比起来 那教会的这点战争 就不算什么了 虽然在历史上 也有过宗教战争 当然那个都是一个小 比较小的 很快天主就把这个战争 给我们去掉了 但是在教会的重大考验中的时候 教会受到这些考验 更显出教会像一个女人一样 有的时候她会受伤害 那么这个脆弱的女人 天主却借着她 战胜了向着男人的世界 所以教会走过了一道道的 那个痛苦经验 教会的分裂 宗教的战争 教会都走过去了 而教会走出来的时候 是以脆弱的样子走出来了 而不是以兴起一个新帝王 把另外一个地方推翻 不是 所以教会好像是一个女人带来的 那就是什么是女性 宽恕忍耐信赖和希望 所以我想咱们今天 教会的分裂 需要这个女人的和谐来拯救 什么意思 咱们都知道在分裂的根源 往往是来自权力 男人则象征着权力和控制 而女性呢 一般的不太重视权力 她们更象征着爱和谐 所以往往在分裂比较多的地方 也是男权比较强的地方 咱们再看一下这个教会 教会在世界上 其实也担任着和谐的角色 咱们看教宗 每每走到一个地方 教宗常常就像一个脆弱的女人一样 向着世界送去和平的呼吁 什么叫脆弱的女人 她不是用用她的原子弹 去镇压 给国家带来和平 她是利用她的呼唤声 利用她先知的角色 去给这个世界带来和谐的福音 我们今天咱们知道 特别是咱们中国 不断地打筹和谐号 说明我们现在这个世界 极度地需要和谐 那么咱们这个教会 就是给世界送来和谐的 你看在我们的教会团体中 各种神恩井然有序 马尔大 玛利亚 虽然也吵架 但是吵架都是爱的的吵架 爱的的唠唠 这个争吵 是显出了教会人性的限度 这也说明教会不是一个超人团体 它是有血有肉的团体 但是由于基督在这个团体中 他必然能战胜教会脆弱 所造成的创伤 他能够把我们从一些争吵中救出来 也就是说教会不怕争吵 就像教宗方基格所说的 他说在一个家里不怕吵架 其实有时候吵架更显出 我们现在还有关系 就怕简单教会不吵架了 咱们都各躲在自己房间都冷漠 那可能比吵架更害怕 所以马尔大和玛利亚的吵架 我们象征着一种爱的的情趣 说明我们有生命的活力 但是只要有耶稣在 不怕任何狂风巨浪 我们不怕吵架 有耶稣在就行 这就是我们说的教会这一幅和谐完美的画面 那么下面咱们要看 这一个女性的团体 她要做的另外一个画面是什么 她不光是和谐 这两个女人 她象征着教会的一个主要的工作 那就是服务 不过 这个服务有两个 一个是慈善 也就是爱德的服务 一个是祈祷的服务 爱德特别指的是外在 所以我们也叫慈善 或者叫仁爱 我说仁爱和爱 爱德是一个大精神里面的 这个仁爱呢 是指的爱德化到生活中 这里一静一动 一内一外 就形成了我们教会的主要的服传工作 教会的服传实际上就是一个服务 而马尔大玛利亚就代表着这个服务工作 那么咱们就看一下 这个服务工作是怎么样的 咱们先看这个爱德服务 爱德服务 可以说是教会的一大特色 我们看看咱们教会从最初 从教会最初的时候 在各个主教的 他的主教府的门前 以及教会的各个 在耶稣的时代就开始 耶稣传教的时候 这个照顾穷人病人照顾 就是耶稣的主要的工作 比如说今天我们看 耶稣在传教的时候到处治病 那这个治病是什么 实际上是一个爱德的服务工作 我们不要把它担成一个纯粹的治病 那样就把这个服传工作变得狭窄多了 治病是什么 是爱德服务 福祠救伤是一个爱德服务 所以这个爱德服务给单纯的去治个病 那就意义完全不一样 这是可以说是一个很更大的 它是真正工作的灵魂 我们看看咱们天主教会 遍布在全世界 有多少个爱德服务工作 多少个爱的 比如说慈善机构 各种医院 各种学校 数以万计 所以没有人会否定 我们天主教会的爱德服务 并且在这个爱德服务当中 在全世界有千千万万个 像马尔大一样的女人 她们挥舞着汗水 大公无私 把自己的一生奉献于爱德事业 她们爱的是耶稣 所谓爱德服务 她们是在那些服务工作中 做耶稣所做的 完成耶稣的工作 她们任劳任怨 从青春年华到白发苍苍 为了基督 为了教会 无怨无悔 她们就是教会福传事业上的最大见证 也是感动这个世界的一个主要的大力量 而最近几年裂品的圣女德兰姆姆 她就是一个标志性的一个马尔大 可以说是我们当代的马尔大 那么第二呢 是祈祷的服务 祈祷也是一种服务 其实也是爱的服务 但是它是另外一种 从内在里 从某种意义上 祈祷要比爱的人爱的服务更重要 所以主耶稣也说 这是更好的一份服务 是不能从他夺去的 那为什么说祈祷比爱的服务更重要 当然我们不能严格的区分 事实上这是一件事的两面 是基督徒生活的 是耶稣生活的丰富彰显 这样区分 我们方便理解 实际上两者是彼此和谐共融的 什么意思 在耶稣身上爱的祈祷 都是那么丰富的 完美的展现 可是我们人要效法耶稣 我们只能分布的 效法耶稣的某一点 比如说 有的修会效法耶稣的贫穷 有的修会效法耶稣的爱病人 有的修会效法耶稣照顾旅客 有的还效法耶稣是干什么 输回呢 这个被俘虏的 所以一个修会 可能只能效法耶稣的某一个面孔 所以这里所说的祈祷 是耶稣单独的一个内在的灵性生活 这个祈祷的修会也分各式各样 比如引修会 而引修会有分很多种 所以这是说祈祷 可以说祈祷是灵魂 爱的是肉体 灵魂肉体离不开灵魂 所以祈祷从这方面看 可能更加重要 因为精神决定肉体 我们看看另外 看看咱们今天这个世界的需要 能感受到祈祷的需要的重要性 今天世界出现了极度的精神空虚 内在的力量空前匮乏 就那咱们的社会来看 道德沦丧 可以说人们都开始极度的空虚 剩下的都是物质 好听叫高科技 难听就是沸通烂铁 稍微有点明眼的人都发现 咱们今天的精神空虚 没有目标 没有信仰 如果说有信仰 那也不叫信仰 那是什么 对金钱物质权力的崇拜 你想想 拜金弄全 吃喝玩乐财富 能是信仰吗 能满足人吗 信仰叫什么 信仰是让人人心安定的 那这些金钱能让人心安定吗 所以我们发现 今天这个世界严重的危机 绝不只是你给他们点面包 做掉爱的事 就能 他们需要极度的需要精神的一个力量 那这个力量就是祈祷 也就是说 能够拯救这个社会 处理这个危机的 需要深度祈祷的带领 而非一起兴起的那种激情 如果没有祈祷的话 爱的都会变成一种什么 变成一种激情 变成一个好像募捐活动 变成一个激情 所以玛利亚就是 深度祈祷的代表 所以我们这个世代更需要玛利亚 因为假如没有玛利亚的深度祈祷 我们的爱的服务 可能就会变成一个社会企业 这样的企业就会变成 只能满足人的一个最最基本的一个需要 可能对人内心的更空的空虚的心灵 就不能做到了 所以这是耶稣对马尔大说的 马尔大 马尔大 你为了这一切是忙里忙外 但是他们需要的有一点 而玛利亚选择了这一点 换句话说 我们这个社会 当咱们扶传工作 从基本的爱的到最后 一定得落到心灵的祈祷 就是你要带领人找天主 如果你不是祈祷的人 你给了别人面包吃之后 会让人家的灵魂还得饿死 所以我们祈求咱们的教会 常常活出马尼亚那份真正的精神来 主耶稣将服我们的教会 让我们活出真正的服务爱的精神 阿们